這真的沒辦法 而且我那一泡尿大概尿了五分鐘 你就知道我積了多久 屁啊 五分鐘 真的 五分鐘耶 他有加換尿布 而且我在後座 就是要這樣子 五分鐘是可以聽完一首歌 你知道嗎 真的 終於還要先切斷換尿片 所以我現在 就是車上都會放兩片成人的尿布 真的假的 預備故事之虛 哇 滿酷的 你這是很嚴重 我告訴你 這應該是心理影響生理 真的喔 就是你不要 其實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但是你一直想 一直想 然後就一直想尿 現在這段真的意思 好的 我先 我先feedback 壓旋旋 就是 如果你一旦覺得膀胱的地方 是真的脹到很難受 就像我們剛剛在做那個OABSS 那個問卷量表售 那個就代表 而且是很急的時候 那就一定要去尿 那他的血睡怎麼辦 對 那就只能就是像 但是我憋到發抖耶 對 那時候就是真的已經很脹尿 那如果他不尿 會發生什麼後果 有可能身體 有可能真的會 因為尿液 一旦超過一定的虛肌量 他會逆流到腎上 腎上就會發炎 天啊 那為什麼剛剛群群有講到說 他這泡尿會尿了五分鐘那麼久 真的 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 真的嗎 因為膀胱過障的時候 一開始直接上不出來 對 他會上不出來 膀胱一個自我保衛的急轉 就是說 他在過障的時候 他會 盡量緊縮他的尿道 他不要漏尿 他不想要漏尿 可是一旦啟動了這個解尿模式之後 他就會慢慢的慢慢的 他會有尿丸 所以時間就會很久 腎臟拿翹 真的 鬧不羨 對 看到 那我覺得是像 因為我平常一直從 在生小孩之前 然後一直到懷孕當中 其實都一直都有保持運動的習慣 那當然就是懷孕的時候 肚子變大 會壓迫到膀胱 那一定會有頻尿的狀況以外 其實我到生完之後呢 又再恢復到運動 其實我覺得這些狀況都是可以 透過運動去做一個改善 甚至是舒緩 所以我覺得 保持運動我覺得是 應該算是滿有效的一個方法 真的 對 凱格爾運動或是其他其實就是 對啊 或者是喬式啊 喬式 瑜伽喬式滿有用的 對 也都滿滿有用的 對 所以因為我本身就是 護理科畢業的 所以說我覺得 非常的推薦大家做 凱格爾運動 其實凱格爾運動 我覺得其實已經可以是全民運動 因為不管是 就覺得好像是沒有抓到那個 感覺對不對 你們到底在講什麼凱格爾運動 凱格爾運動啊 男生也是可以做的 男生可以做 而且男生做得很好耶 可以預防掃 謝謝 對 真的喔 真的 你們一大一唱的講座 是一個CASE 我們是關心你啊 對 我現在就算沒有找 以後也有可能啊 我現在有找睡 怎麼樣 你真的怎麼做 凱格爾嗎 問了嗎 因為我不知道 你們講半天我其實都沒有 有有興趣 來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了 好啊 巧克力運動是 骨盆底的肌肉訓練 那骨盆底 對 骨盆底的肌肉訓練 骨盆底裡面包括就是有 膀胱 有尿道 有陰道 還有我們的直腸 所謂的直腸就是肛門 妳就說男生是練到 男生就是一樣就是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的器官嘛 有膀胱 有尿道 對 女生是感受到裡面 這個肌肉在收縮啦 對 沒錯 但男生是哪裡在收縮 男生一樣啊 你去縮鋼 縮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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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感覺起來就是 整個裡面提起來 往上 提起來 往上提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我用 你在提喔 有有有 但是你外表可能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說其實這個運動 我們平常也可以做 然後它也分成 站著坐 然後也可以坐著坐跟躺著坐 那我今天來示範的是 站著坐跟躺著坐 對 好 那我先示範站著坐 我需要有一個桌子 桌子 桌子的 我想說外面桌子很多 然後我們做這個運動的話 就是我會建議 一天早中晚 如果說你時間上OK的話 早中晚來做 然後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你就會感受得到 它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對 那我們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先這樣子微蹲 然後站起來 然後慢慢往上提 我們踮腳 提的時候應該感覺 那個屁股就有夾緊了對不對 提的時候 你整個屁股是往上夾緊 然後你整個就是縮起來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現在數5秒 你就是這樣緊縮起來 5 4 3 2 1 好 再放下來 然後這是一次 我們平均每一次都要做 15到20次 對 每一次都要做15到20次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可以先起來 謝謝 呼吸的部分 呼吸的部分很多人都做錯 我們 我們的凱歌運動它是 呼氣的時候 去做緊縮 呼氣 對跟我們平常做運動有點不太一樣 吸氣的時候 反過來是不是 對有 是放是 反過來的 OK 對 好 那還有一個躺著的是不是 我們躺著的話 我先躺下來 好 我們躺著的話就是 雙腳與肩同寬 這樣子 然後我們雙手放在兩側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其實平常在做運動 也會做到這個姿勢 但是凱歌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像我們這樣子 這樣 這樣子緊縮嘛對不對 但我們一般的運動會 再往上提一點 這巧適吧 2 1 好 放下來 這就是一次 那我們每個動作都是做 15到20次 OK 這樣子 然後 早中晚做 那很快就會 可以感受到它的改善的效果 改善的威力了 男生也是可以做對不對 男生也是可以做 要不要試試看 要不要試試看 那還有什麼 是為你好 最近有點老啊 我有麥克風 謝謝 真的 今天第二次了 腳跟往內收 第三次就紅牌囉 剛剛也是的 對 好 就這樣 我們這樣才撐得起來 然後感覺兩個膝蓋 有點往內夾緊的力氣 對 膝蓋夾緊 對 對 保持 肚子保持平衡 感覺你的身體跟大腿是一直線的 你就這樣有動 我們 好 結束 5 4 3 2 1 然後放下來這樣子 慢慢放 身體先放 臀部再放 OK嗎 妳有覺得哪一塊肌肉在用力嗎 我目前感覺不到 OK 謝謝 可能要多做幾次啦 對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盡量就是去做內側的 夾緊的那個動作 就是這邊內側的 我剛剛有感覺到這一塊 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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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讓它鬆好了 好 OK OK 謝謝 那學瑜伽會不會改善啊 會改善 因為瑜伽很多動作 像剛剛那是瑜伽動作也喬試 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可以用輔具 舉例來講說我們瑜伽有瑜伽磚 你剛剛做喬試的時候 如果你有夾瑜伽磚 或是夾枕頭 他剛剛不是說其實你兩個大腿往內的力量 對 這個就有點像凱格爾運動了 所以你做各方面的 就是你做一些 平常你站著你也可以稍微夾一下 或躺著的時候稍微夾一下 讓它可以更緊實你的骨盆底肌群 另外我自己覺得啦 這是真的 因為我很容易焦慮跟緊張 那我覺得 膀胱的問題其實有很多是心理層面的 所以瑜伽的腹式呼吸 或是一些冥想默想的方法也是有用的啦 對 放鬆啊 OK 妙子 那還有 平常有什麼樣的飲食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可以保養我們膀胱嗎 好的 我們膀胱就是要好好對待它 好 那盡量不要讓它造成一些 激動或躁動的情況 所以 像我們膀胱底子比較弱的個案的話 就是盡量像他們比較 喜歡吃辣的 會叫他們少吃辣一些 因為辣的這個元素 辣椒素 它本身會造成膀胱過動的一個誘因 這大概不管是人體 或是小鼠實驗都有看到 那另外一個冰的東西 那因為通常像我們天氣很嫩的時候 或是喝了冰水之後 欸 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一下下就會想尿尿 對 冬天也是 沒錯 因為膀胱它是一個感知的受氣 它不僅是一個排尿的器官 它也是一個感覺的器官 所以我們如果過冷的部分去刺激到膀胱黏膜 它會誘發它的不穩定 所以冰的少吃 辣的少吃 那另外就是說 減少泌尿道的感染 一定要像我們 私密處的清潔藥做好啦 那像盡量的話 就是合理的憋尿 不要憋過頭 那合理合適合量的喝水 大概是這樣子 好的 那如果是這種 泌尿的狀況啊 改善了之後 但是如果沒有好好的再保養它 它是會復發的嗎 是的 沒有錯 它是會復發的 如果不控制好又縱容它之後 大概撐不久 只會越來越鬆啦 對 越來越退化 會復發的 真的會復發的 好的 今天聊那麼多咧 就是要讓它知道 皮尿雖然不會要你命 但是其實影響起來 嚴重起來 是會影響你的居家生活 日常生活的 所以好好照顧你的膀胱 其實所有的器官 都要好好照顧它吧 今天提供一些 大家小貝博給大家 看要怎麼樣好好的保養 或是你有以上的症狀的話 趕快去找許醫師喔 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為你追蹤訂閱 提媽媽的話 大家好 粉絲專業 YMOWIG還有YD頻道 對 你的這個 現在是在練習給我這樣子 我現在在練習 好的 凱哥運動大家多做 我們下次見 拜拜